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庚五星四人五丙五 这个人提问说 他八字中有五个火 请问会怎么样 很多人一看到这个八字 首先第一眼看到的就是 会发现到他的火非常非常的多 地支全部都是火 然后天干还有一个火 在这一种情况下 总是会觉得说 他的财那么多 他的财运一定很好 各位 多跟好 他其实是不相等的 不要以为多就很好 不要以为没有就很差 这是很多人在学八字的时候 一个很大的盲点 在五行派都跟你讲说 透过五行流通 去找出该五行的增减变化 多变少就不好 少变多就会好 所以多跟少 其实并不是决定他会好 或者坏的原因 最主要还是要看五行流通以后 他的一个现象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八字他的本命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天干丙心合 所以就是庚金 他的地支全部都是火 那在这一种情况下 他就不能够少掉一个火 只要一旦少掉 不管是贝克 不管是贝合 他的一个财运 其实都会变得很弱 所以在这个八字里面 他有点像从财格 但是也不完全是从财格 只要不要让他的财减少 他的财运其实都会维持在一定 他现在是在物影大运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戊途生根金 地支是隐木去生吾佛是火 所以其实他的官运 在这时候也不错 他的财运也没有很差 因为都没有变少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的八字是处在一种财官 其实都算很好的一个情况 他到下一柱大运 丁丑 他明年就会进入到下一柱大运 那时候 他就会变成是什么 天干丁火 庚金 地支 吾火 四火 生丑土 所以我们会发现到 他的官运从天干 变到地支 在这一种情况下 其实他的官运依旧还是维持 甚至可以说比原来的更好 然而他的财运 就有点不太一样 他在 雾影大运的时候是木来生火 所以火的力量他比较大 但是到了丁丑大运的时候是 火生土 会有点泄出去的这一种情况 所以他的财运 在下一柱 来讲 他就不会有这一柱那么好 但是其实都还是维持在那一个水平 所以各位 这个八字没有说 他的一个状况很特殊 其实都还是回归到五行流通上面 来判断这一个他的吉凶 所以这个就是在五行派跟你讲的 不要老是认为多就很好 老是认为没有就很差 因为他要看的是他的增减变化 而不是多跟少的这一种情况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 关注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